弟兄姐妹平安 带着感恩和兴奋的心 再次以大家在视频上见面分享 我们在过去的两个录影当中 我们特别从以斯帖王后的生命里头 我们来思想来学习 实践普世猜传的现今机会 我们做了一些说明 也做了一些的解读 我们说明到我们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 特别华人教会 海外华人教会 上帝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 普世猜传的契机 但是我们也特别强调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拥有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能力的问题 乃是因为上帝特别厌重我们 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也同时 从以斯帖王后的身份 她的生活当中 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些 怎么样实践普世猜传 现今机会的原则 我们谈到第一方面 必须谦卑 第二必须放下 今天我们来思想第三方面 以斯帖王后 在面对着当时的处境 面对自己的同胞 要面对着整个民族将要灭亡的这样的一种的处境的时候 她本来当然可以就在王宫里面继续做她的王后 享受在里面的奢华的一种生活 但是当莫迪改把消息带给她 挑战她 虽然她知道 去 很可能她自己先要舍掉生命 但是她给我们看见 过着一个必须放下 不再靠自己 也不再为自己的生活的态度 她就去见 她的 先生她的丈夫 亚哈水鲁王 当然历史告诉我们 整个世界因为她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生活的心态 必须谦卑 必须放下 那么我们看见上帝使用这样的一个女人 扭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 当然这背后有第三个重要的功课 这边给我们看见的 当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很自然的那一句令人振奋人心的那一段 那一句话说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那这句话现今的机会呢 充满着所谓的时代感 迫切感 很明显的 以斯帖的谦卑 以斯帖的放下 在背后就成就了上帝的心意 而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学习第三个重要的功课 就是实践普世猜传现今的机会的第三个要则 就是必须及时 必须及时 不然必须谦卑 不然必须放下 第三很重要的以斯帖皇后给我们的功课 必须及时 当以斯帖明白了以后 他没有再拖时间 当以斯帖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果断的 先做了议备的功夫 先跟宫女 进食祷告 莫迪改跟 以色列人在王宫外 进食祷告 然后 他就 把握时机 他就进去 见亚哈水鲁王 所以因此 必须及时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当我们谈到 现今整个 世界的猜传的需要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来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时代 我们看今天全球的人口 今天全世界的人口 已经靠近七十六亿 七十六亿 在这七十六亿当中呢 有十七亿的穆斯林 有十亿亿的印度教徒 有三亿多的少数民族 超过了三十多亿的福音未得的群体 这些福音未得的群体 是一直在增加 他们领受福音的机会 似乎越来越少 因为整个的这个所谓的 很多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更加的 各没了这一些群体 再加上华人教会 似乎在这一些群体当中 也没有太多的 很明显 很具体的一些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看见 这所谓福音未得的群体 不单没有减少 只有增多 这个是迫切感 但是必须及时提醒我们 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什么事呢 似乎上帝已经预备了 华人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 占有一种所谓优业的地位 或者有一个优势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节气 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的策略 一带一路的涵盖的版图 以及在很多地方的 这一个所谓的华人 企业家的投资 带给许多地区 特别这种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 很多的这个当地的生活的 改变的好处 这些造成的对华人有好感 这个是一个优势 这个优势呢 就带给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 可以在一些非常优势的情况底下 能够走进这一些的福音未得的群体 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但是必须及时 为什么强调必须及时 因为时代改变得很快 整个世界的步伐转动得很快 而华人的这一种在许多地方的优势 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可能开始就会有一些的转变 比如说我到了很多的国家 在这些非华人的国家里面 也听了很多一些对华人的负面的感受 的一些事件 有一些地区甚至认为 华人在某一个程度 对他们是一种干扰 对他们是一种捞乱 对他们是一种破坏 对他们是一种的拦阻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 当地的人开始产生一些的排斥 当地的人心里开始对华人有一些的防备 当地人开始对华人有一些的拒绝的态度 甚至当地人对华人可能有一些的恶意 这些就表明说似乎某一些地方 华人的优势的形象和地位 正逐渐的在消失 当然大部分的地区 第三世界的国家仍然对华人有非常正面的好感 我们需要及时 华人教会 华人基督徒 需要及时把握这样的一个优势 怎么样的积极的 具体的 带着福音的见证 带着生命 走进这一些福音未得的群体 无论是在企业上 无论在教育上 无论在医疗上 无论在这一些文化交流上 在任何不同的平台上面 我们祈求天父帮助我们 让我们必须及时 今天要有更多的基督徒 作为生命的宣教 是勇敢的 有智慧的善用上力 给我们的平台和资源 当普世许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 对华人仍然持有友善的态度 欢迎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及时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走进他们中间 为耶稣基督奋得万民 弟兄姐妹 实践普世 普世猜传的现今机会 以斯帖皇后再一次提醒我们 一方面我们感恩上帝 给我们华人 给华人教会 华人信徒 前所未有的 普世猜传的契机 当时我们也学习 三个重要的功课 必须谦卑 必须放下 必须及时 但愿华人教会 在这个世代当中 我们同心合一 走进万民 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 上帝赐福大家